台股好消息不断 但是市场传出 有五大券商力拱台港通 今天泽民中受访的时候表示 不论是台港通或是台户通 八字没一撇也没有印子 主委这个台港通是不是有先行的可能 没有在研究 两边也没有谈 是很确定的是台湾的证交所 跟香港的证交所 没有在进行相关的讨论这个事情 连声澄清台港通的可能性 由于市场传出五大券券商力拱台湾证交所先行 与香港进行合作 尽管会强调资本市场国际化 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趋势 不过不论是台户通还是台港通 可行性都不确定也还没有讨论